帶頭先悶鍋 企業加薪3-5% 景氣復甦緩慢 企業員工一直無法加薪 心情悶到最高點 國內多家上市櫃公司昨天終於傳出加薪好消息 政委董事長郭台強在股東會上宣布 今年將調高員工基本薪資5% 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昨天與工會協商後 也敲定7月起調薪2.5%加未免金3000元 平均調幅共3% 基層員工將可多領1200元月薪約48928元 另外裕榮、荷泰車等兩大車廠也展開加薪評估 裕榮總經理陳國榮昨天說 雖然車室表現不好 但員工過去一年認真工作 公司業外收入不錯因此考慮替員工加薪 荷泰車總經理蘇存欣說 去年平均調幅約4%今年有可能繼續調薪 另外日前王平總製長戴勝義說 年輕人月薪5萬元以下最好不要存錢 應該把錢花在拓展人際關係上 引爆社會議論 科技大佬對此也意見分歧 五萬塊以下的收入 你要存錢老實說也存在破壞 還免不如是投資你自己 去有教育性的這種利用 你要頂接這個努力的方向 只要提出自己的收入 只要把錢花掉 我想這個在未來怎麼辦 董新聞綜合報導